谁能想到眼前这一桌人 竟然占据温州大半的经济命脉 由于黄总和国外品牌公司的官司取得胜利 所以朋友们自发组织了庆功晚宴 进来之后的黄总却没有看见侯总 不禁询问大家 可唐离头却开口说道 今天我们是庆祝黄总抗战胜利的庆功顶 我们是来祝贺 这三侯总来嘛就是受教育 兴致完全 只要有一人起哄 大家就跟着来 你说这三侯子还会像不去一样 要我扬威 要我方扬雨吗 肯定不敢了 现在谁要听他的 没想到就在这时 侯总却走了进来 大家都被吓了一条 黄总也是急忙带头鼓掌 欢迎侯总的到来 可进来之后的侯总脸上却受了伤 大伙不禁询问侯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侯总也是把事情经过给说了出来 集团那个财务部的经理 不服从合资公司的调配 这也是废了 喝点酒 在路上 我堵得要早一说吧 没说话 上来就是一拳 唐厘头听完侯总说的话后 则询问侯总为什么不报警 可侯总却觉得 财务经理跟了自己这么多年 如果报了警 发生什么事 怎么跟财务经理的家人交代 侯总也是得饶人处且饶人 一番家常话后 晚宴也是正式开始 这次阿诚和MJX 可以说是生死相逢 惊险之机 结果是大获全胜 大大彰显了我们温州企业家 也是中国企业家的威风 下面请阿诚给我们讲几句 黄总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 不禁感慨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毕竟在做的各位 都是黄总坚强的后盾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 各位都是给予了高度帮助 所以能有今天的胜利 都是来源于各位的支持与帮助 这个不能说是祝侯 应该是同色 来 为我们的胜利 九国三巡之后 有人提出了新的项目 需要大家投资入 人生就是如此 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都会不一样 张继发也是把水电站的项目 做了介绍 最近我在重庆 投资了西川和水电站 这个水电站的边上 那就是当地政府正在规划的 6000亩的公里连区 只要水电站一建成 我就可以躺着收电费了 脚烂掉了都有得吃 各位如果有意投资的话 给我说一声 天下的钞票 大家一起赚吧 老邦正式却开口说道 自己非常看好水电站这个项目 可苦于自己现在没有流动资金 自己的钱都用于酒店建设 我那个酒店 就是因为资金不足 建好都七个多月了 搁置在那没钱装心 我是不想干了 再多点 如果有人出 1亿6800万 我就卖 有多少面积啊 12400平啊 侯总听完宝光说的话后 心里就开始有了打算 准备收购宝光的酒店 和一旁的黄总 眼看侯总准备出手收购酒店 自己心里也开始打算收购酒店 画面一转 回到公司的侯总 也是急忙打电话联系宝光 并且开出收购酒店的条件 我给你开 1亿2千万 要要的话 就是1亿6千万 少一分钱 我都给你卖了 在侯总行不行吧 眼看宝光不松口 侯总也是把酒店的坏处 给说了出来 眼下呀 开酒店 收益率并不高 涛心累人不说吧 装修成本的远远高于酒店 你统建成本 你说我以这个价钱 买下你这么一份酒店 我还得再投入一个亿 我才能开门营业呢 宝光听完侯总说的话后 自己心里也是有打算 毕竟这段时间 温州的地价每天都在上涨 自己的酒店又在繁华地段 周围都盖满了 并且附近也没有地方盖酒店了 现在卖不要不要 我隔个一两年 我要再卖的话 肯定比现在要的高啊 这样 你想一想吧 我也想一想 我们再找个时间谈吧 行行行 就在宝光刚挂完电话的时候 黄总却打来了电话 喂 阿晨 宝光 出来喝点茶吧 在旋楼 行行行 我马上过去啊 画面一转 黄总也是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宝光 我是这么想的 我跟你交试点啊 整体出让就目前我的状况 我拿不出这么多价 你看这样行不行 酒店的装修我全包了 建坊以后 你把群楼这家卖的 多吃少补吧 客房 你来进 宝光听完黄总说的话后 也是有点拒绝黄总 毕竟自己想拿现金去投资 不禁开口说道 咱们先放一放 如果真没有人要 不妨试试 不过你还是想想一次性买断的办法 如果有人出 一亿六千八百万 我就卖 宝光 我有意收购你那个酒店 我给你开一亿两千万 侯总为了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决定拿下宝光的烂尾酒店 可宝光始终就是一个价 那就是一亿六千八百万 而侯总为了压低价格 特意拿宝光酒店装修的缺点说是 毕竟装修可比建酒店还要花钱 眼下开酒店收益并不高 况且还是一个空壳酒店 而宝光却觉得自己酒店就值这个价钱 毕竟现在温州的房价一天一个价 两人一阵商议之后 最终还是因为价格的原因没有谈头 画面一转 第二天早上 侯总便找到老外副董事长 并且把酒店这个项目给说了出来 甚至酒店名字都给想好了 就叫鲁斯分君大酒店 以及酒店如何规划 侯总也是做了详细介绍 听完侯总的介绍之后 副董事长也是很感兴趣 不禁开口说道 我觉得这个项目很不错 不过你打算怎么做呢 我们个投50% 但是我要拿51%的同股去 侯总也是以此来掌握主动权 如果不答应自己这个要求 那酒店自己就会和别人合伙拿下 副董事长也是明白侯总的用务 不禁开口说道 我会立即像坎贝尔先生和公司 都是会汇报 一旦董事会批准 我们就最好不要再出岔子了 嗯 那个绝对不可能 副董事长也是非常看好酒店这个项目 也是希望侯总不要出任何差错 因为自己已经向总部推荐了侯总 只要侯总最近表现出色 那就会成为首席执行官 侯总听完之后 心里也是非常开心 急忙开口说道 各位酷格先生 你可真是一个大好人的 我对你有新的认识 谢谢你的用心良好 不过合资在这个酒店的事情呢 你尽管放心 我与人格担保 一定是百分之百 百上钉钉的事情 OK 好 画面一转 王总为了能够拿下酒店 特意叫来教授女友 询问对方的建议 而教授女友也是非常的自信 声称酒店老板没有找他策划 不然酒店早已开张大计 不至于现在变成烂尾酒店 并且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王总 那就是产权是酒店 把酒店房间卖给投资人 王总也是似懂非懂 不禁开口说道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买房子的投资人 把房子买了以后 把他交给酒店的管理公司 去管理经营 那么呢 投资者他自己有产权 同时还有回报 是这个意思吗 教授女友听完王总的话后 不禁开口夸赞王总 王玉成你不愚钝啊 那侯三少怎么老说你傻 后来我以后得防着你 不用防 我跟三猴子比起来确实傻 一番交谈后 黄总也意识到酒店性质问题 那就是把商业用地 改成住宅用地 准备打造成温州第一家产权是酒店 并且商住两用 教授女友听完黄总的规范后 心里也是对黄总刮目相看 画面一转 侯总为了能够拿下酒店 特意约了宝光 听完后总的报价之后 宝光也是有苦说不出 自己这个酒店已经干了整整五年 每天都是操心受累 一分钱都没有赚到 现在都是亏本处理价 还是那句话 如果要的 就是一亿六千八百万 少一分钱 我都不会卖的 死心娘 一亿五千万 那我还是烂在手里吧 你会同意的 一亿六千八百万的酒店 侯总非得压价 无奈之下的宝光 只好找到侯总 祈求侯总价格不要压得太低 并且告知侯总 已经有人出了一亿六千八百万的价格 而且两人也是教他们两次 但考虑到侯总是老朋友 所以还是希望把酒店卖给侯总 可侯总却以为宝光给自己上饮料水 不禁开口说道 你我都是老众 没必要互相在这开销方 你说说 除了我以外 在温州 还有谁有实力买你一个烂酒店 听完侯总说的话后 宝光也是很无奈 毕竟一次性能够拿出这么多的资金 也只有侯总一个人 而黄总那边还在运作资金 一次性付不清全款 但是黄总也确实想要拿下这个酒店 宝光也不希望一点生命 而得罪两个老朋友 不禁再一次提醒侯总 如果再有买家跟我签合同 我在签字的前一分钟 我给你打电话 你只要说买 我马上悬崖勒马 抛开他们跟你签 怎么样 侯总却觉得宝光在忽悠自己 想要以此来抬高酒店的价格 自己也是诚心想要拿下酒店 但是价格却不能给的太高 并且还意味着劝导宝光 酒店早点出手 这样就可以早一点投资水电站的项目 早一点获取收益 而不是一直在价格上浪费时间 宝光眼看侯总是铁定压价格 不禁开口说道 三叔 干脆点说吧 你是要还是不要 我要 但是你必须降价 好 那我就走吧 就在宝光准备离开的时候 侯总也是叫住宝光 询问收购酒店的人 是不是温州本地人 宝光也是如实地回答了侯总 可就在侯总询问对方情况的时候 宝光也是没有回答 侯总一番猜测后 也清楚地知道是黄总也想收购酒店 不禁一阵堵槽 黄老鞋的家里我最了解 他没钱 他卖一双鞋 顶多赚个一块八毛的 你说他哪有钱 他借也借不了那么多钱 他就算是能借那么多钱 咱们鞋的钱也付不了利息 侯总也是自言自语地分析了黄总的情况 心情也是格外 对于越 毕竟黄总一口气 也拿不出这么多资金 心里也是放心了许多 画面一转 黄总这天叫来公司高层馆 并且要宣布一个重要决定 众人一番商议之后 黄总也是拿出了压箱的家 侯总也是向副董事长汇报了情况 而副董事长也是向总部 提交了酒店收购的方案 并且很快总部就通过了酒店收购项目 副董事长也是急忙打电话告诉了侯总 希望侯总尽快拿下酒店 以免夜长梦多 挂完电话之后的侯总也准备立马联系宝光 可自己的小村民却想多拖几天 画面一转 侯总这天找到宝光 也是开门见山地说道 询问宝光的酒店 黄总是否也想收购 并且价格方面有没有压价 侯总也是一个劲地询问黄总那边的情况 而宝光也是置物不严 言无不尽 他没跟我还价 是谈了没还价 还是压根就没有谈价 我报的价了 那天在饭庄那不说了 他应该知道 我们再没谈过价 了解完黄总的情况后 侯总也是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老公 我今天再给你出个价 你要是不同意 那个酒店就真砸在你手里 多少 一亿 五千万 那我还是烂在手里吧 眼看宝光不同意 侯总也是非常清楚宝光的财务情况 不禁开口说道 你这就是放一天就需要五万 你又不知道啊 你别指望黄老杰来救你了 他没钱 他就是把裤头当了也凑极了个数 好 我再考虑考虑 谁能想到身价千亿的侯总 为了能够把女儿嫁出去 也是煞费苦心 妻子每天打电话提醒侯总 询问侯总是否找黄总 商量两个小孩的婚事 而侯总最近忙于收购酒店的事情 并没有把女儿的婚事放在心上 而妻子这次也是给侯总下了命令 不禁开口说道 这件事关系到女儿一生的幸福 如果因为你给耽误了 就一辈子都别想看见这个家门了 画面一转 另一边的黄总 得知侯总即将要来商量两孩子的婚事 急忙找到儿子小薇 一个劲地诉说侯总的女儿太过厉害 希望小薇能够出国留学 避开这桩婚事 因为侯总有时候欺人太甚 总是对黄总冷嘲热讽 而小薇却和侯总的女儿 两人本就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对于黄总的劝谱 心里也是非常不舒服 而黄总特意找来了帮手 一起在旁边打助攻 小薇听完黄总两人说的话后 心里也是非常气愤 不禁开口说道 黄总两人的劝说 也是苍白无力 黄总对于小薇的做法 也是无能为力 画面一转 教授女友这天 也是把酒店的项目 以及规划工作 都已经做好了打算 也是迫不及待地 向黄总汇报 面对教授女友的帮助 身为钢铁直男的黄总 也只能说出 简单明了的话 谢谢啊 虚轻假意 没想到就在这时 侯总突然走了进来 而另一边的黄总 却浑然不知 还一个劲地在打印酒店资料 当黄总转过身 看见侯总的时候 整个人都吓了一跳 急忙将资料藏了起来 而不知情的侯总 还在 一个劲地调侃黄总 听完侯总说的话后 黄总也是 别有一番滋味地 回对侯总 两人一阵寒暄之后 侯总也是开门见山地说道 关系到我们两家人千天万代 行了 两个孩子的事 赶紧给个准信 孩子这事 我说了不算 侯总一听黄总说的话后 急忙开口说道 毕竟小薇还是非常听自己的话 那侯总便替小薇做主 把两人的婚事给定了下来 并且把结婚流程都给安排好 甚至把聘礼要求都提了出来 聘礼 架什么 这些都孩子们自己选的 我 给他们 五百万 你要是愿意给个二三百万呢 也不见多 都给个百八十万呢 也不见少 黄总听完侯总说的话后 觉得侯总现在就下定进了 有些不妥 毕竟两孩子还太过年轻 结婚就相当于过家家 可侯总却不乐意了 急忙开口说道 你跟秦月结婚的时候是什么年龄 我跟加莱结婚的时候又是什么年龄 我们在他们这个年龄里头 都已经有他们了 就这么掉 画面一转 黄总再一次把公司高层叫来 并且对于酒店收购 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了 一开始还担心侯总会在中途 影响自己收购酒店 现在过来替俩孩子的婚事 黄总便心生一计 趁着侯总放松警惕 故意向侯总借钱 谎称自己看上一个项目 资金缺口很大 面对黄总 面对黄总借钱的请求 侯总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完全没有想到黄总会借钱收购酒店 还不忘调判黄总 两人一通电话之后 黄总的目的也是达到 谁能想到千亿总裁也仇嫁女人 侯总这天接到妻子的电话 而妻子则告诉侯总 小薇要去法国了 那女儿的婚事就忙了 侯总听完电话之后 也是着急了 急忙开车来到黄总公司 可刚一到门口 没想到却被保安给拦了下来 黄总正在吗 听完保安说的话 侯总更加气愤 猛地一踩油门就冲了进来 一下车的侯总 就是往地上捡了一块神器 连保安都吓坏 就这样 侯总手拿神器 一路急速前行 怒气冲冲地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进来后的侯总 也是把神器一把拍在桌上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侯总也是质问黄总 为什么要把小薇安排去法国留学 是不是要拆散自己女儿的婚事 并且还询问黄总 是不是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事 那自己可以赔礼道歉 唯独两个小孩的婚事不要影响 黄总看着侯总如此的气负 也是急忙安排众人会议取消 就在众人离开后 侯总也是说出了掏心掏肺的话 看着侯总安静下来的时候 王总也是急忙警示道 三少 我也是做父亲 你回去问个小孩 是不是我的问题 是我影响了这两个孩子 如果是的话没关系 你不说吗 那大人给孩子陪礼道歉 这有什么呀 我当他俩的面 给他俩陪礼道歉 认罪 侯总听完黄总说的话 后 心里也是冷静了下来 也没有开口说话 而是急忙回到家里 询问女儿到底是什么情况 可女儿的回答便是没有什么事 侯总一听 既然两人没有吵架 那婚事就照常安排 听完侯总说的话后 女儿却着急了 自己和小微如同亲人 小微更像自己的哥哥 过于无奈 女儿也是向侯总说出了实情 侯总完全不认同许今生 因为他不及小微的三分之一 侯总不忘吐槽道 我不同意 我坚决不同意 他能像小微那么能收回到聪明林地吗 他爸爸三棍子挡不出一个闷屁 他一个闷屁三棍子打不出来 就在这时 侯总的电话响起 现在能有心情接听电话 正在气头上的侯总 毫不犹豫地把手机给摔了 而这个电话正是保光打的 保光也是兑现自己的承诺 酒店签合同之前 打电话给侯总 看侯总是否需要收购酒店 可另一边的侯总还是怒火攻心 只想要女儿下半身过得好一些 可女儿却完全事与愿违 另一边的黄总却和保光 正在签署酒店收购的合同 侯总也是与酒店无缘了 画面一转 加莱打回来 看着父女俩的表情 就知道两人肯定是长假了 不由地询问侯总 而侯总却怒气冲冲地说道 你问他 你的报备 都干了什么事 画面一转 来到公司的侯总 忽然接到保光打来的电话 姐三楼 对不起啊 为了队现我的承诺 之前我给你打过三个电话 我完全都去 后来我打酒关机了 我的酒店已经盘给阿诚了 我们都签字了 你就别再准备钱了 侯总一听 差一点就倒下去 责怪保光为什么把酒店给卖掉 保光却回答道 酒店是自己的 为什么不可以卖掉 况且侯总又没有交定金 甚至都没有签酒店收购一项协议 侯总也是冷静了下来 还不忘询问保光 到底是谁收购了酒店 听完这个电话 侯总也是新会议了 侯总得知酒店被黄总收购 特意来到黄总公司 来询问黄总酒店是否转卖 可黄总早已去市政府 递交酒店相关手续 就连经理都告知黄总不在公司 侯总也是非常不甘心地守在公司前台 并且一直不停地在拨打黄总电话 甚至打的手机 一边充电一边打电话 直到公司里面的人都下班了 侯总还在一直拨打黄总的电话 这已经坐在那里一整天了 就在这时 黄总也是终于回到了公司 助理急忙上前告知黄总 侯总已经坐在这里不吃不喝一整天了 黄总也是急忙向侯总表示歉意 可侯总却责备黄总为何不接电话 今天跟市政府有一个项目协议会 我想这打电话也不方便接 我就把他关机了 行了 看了 都是我打的 多了没有 我给你打了一千个电话吧 黄总一听 竟然打了一千多的电话 也急忙把侯总带到了办公室 侯总一进办公室 就直接向黄总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开个价 两亿 两亿两千万 两亿五千万 三兽不喊了 不喊了 多少钱我也不卖 今天不开盘 当初一亿六千八百万的酒店不收购 甚至还一个劲的压价 现在看黄总收购了酒店 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收购回来 可黄总早已把酒店给规划好了 那就是温州首家商住两用的酒店 只要投资 不仅可以赚钱 还可以免费入住 甚至酒店群楼都可以弄公司产品展示旗舰店 可侯总不认可黄总的做法 这相当于话笔充机 因为这个酒店需要变更土地使用权 甚至需要政府部门的审批 黄总听完侯总说的话 也是非常佩服黄总 竟然连这方面都想到 因为自己在收购酒店之前 早已询问好 相关部门 所以才有信心拿下这个酒店 甚至自己还找了教授女友出谋划策 黄总也表示自己运气好 不禁开谱说道 一个烂尾楼戳在市中心 多难看啊 多影响温州市的市容 市政府比我们还着急 这不 这最后一关 协调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刚才 还好 结果非常满满 批下来 批文我给你看一下 侯总看着黄总手中的批文 心里也湿软了下来 开始祈求黄总酒店转让自己 因为这个酒店 关系到自己是否能够 重新掌握鲁斯分军公司的管理权 我说这个意思能明白吗 明白 这个 明白 你等我把面积量化 下个地儿好 你随便挑 这个完 我要酒店的全部产品 侯总说的这句话 那是彻底把黄总给弄难堪了 毕竟自己为了这个酒店 费了很多心思甚至还承受市政府的压力 黄总也是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苦衷 听完黄总的解释后 侯总也是明白了过难 询问黄总是否要报以前的仇 诚心想要跟自己过不去 黄总也是急忙向侯总解释 事情并没有侯总想的那么复杂 并且表示自己收购酒店的时候 得知侯总也在收购 但是自己这里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 所以对于酒店收购 根本没办法同下走 并且这个酒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商机 此时的侯总也是非常气愤 根本不想多听黄总的解释 甚至以为黄总这是在挑战自己 不禁开口说道 明白白地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我们之间没有情人 我们就是狭路相逢的对立 一开始也学得跟我一样玩音的 侯总也是把最近黄总的举动给说了出来 一开始打电话向自己借钱 以此来迷惑自己的判断 面对侯总的说辞 黄总也是着急了 并且想要解释道 可侯总根本不给机会解释 并且还向黄总宣战 从现在开始 我也得到 我改变一样的了 我要让永远跟着我宿命探讯 记住 侯总说完之后 也是非常气愤地离开 而助理突然跑进来 并且开口说道 那你是担心侯总是报复 或者真的 真的不愿意跟他反驳正中 画面一准 副董事长得知侯总酒店收购失败 在电话里也是非常气愤 明明自己这边非常明确地交代了侯总 不惜一切代价收购酒店 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失败 并且非常歇斯底里的侯总 我已经栽过一次跟头了 你又让我再再一次跟头 而且比上次还残 我已经对你彻底的失望 是的 挂完电话之后的侯总 心里也是非常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输给了黄总 这一切失败都是源于自己的自信 以及自己的小聪明 我穷得只剩下钱了 你还跟我谈感情 总不能让你两头吃亏吧 你给我再多的钱 我心里就不流血了是吗 黄总辛苦了三年打造的西川河工业园 一个劲地邀请侯总过来投资 侯总光伏产业也是做得风生水起 也是应邀黄总的邀请 来到西川河工业园 准备投资建立光伏产业基地 需要黄总三分之一的投币 可黄总却不乐意 一听侯总竟然是生产光伏设备 果断地拒绝了侯总 黄总在这里建立的皮革协业工业园 是不容许侯总在这里生产光伏产业 这弄得侯总非常气愤 不禁开口说道 就你那个臭脚鸭子 你还想站着西川河呀 你做梦吧 听完侯总的从槽 黄总不禁回怼道 你就是脚屎棍 搅和奋军 都在自己家里搅和 搅和做喵 孟家改规了吗 你现在还要搅和我西川河 我告诉你们 我给你个称 称称你自己几天几俩 你搅和得动吗你 黄总的这一番话 是彻底地激怒了侯总 而侯总也是非常气愤的离开 公司经理们正式走进来 也是一个劲地劝导黄总 毕竟两位总裁 都是从小到大的兄弟 几十年的勤奋了 可黄总就是不肯让地点侯总 就在这时 黄总突然接到 皮革园区限电的通知 挂完电话后的黄总 也是急忙地来到了宫殿 就在众人质问所长 为何要停掉自己 邪及园区的电 所长也是迫于无奈 不禁开口说道 你看 这侯总 是西川河水电站的大路 整个高压水电线路 和便利站 都是他 出自建设 我说到这儿 你该明白了 此时的黄总 也是明白了我们 那就是自己没有把地话 分给侯总 刚才自己的一番话 说到侯总也是怒火攻心 就在黄总回去的路上 众人也是急死广 终于想出了方法 那就是购置自备发电子 这样工厂才可以照常运行 而另一边的侯总 此时也是安排助理 准备向管委会打报告 那就是黄总的发电机组 噪音太过于大 已经严重污染了园区的环境 要求黄总那边立刻关闭 甚至要求黄总工厂 搬离园区 画面一转 第二天管委会就找到了黄总 并且告知黄总 由于携及园区的柴油发动机 一个是噪音过大 二是污染园区空气 管委会主任也不禁开口说道 你在你找上的那些 这些产业 是不是 搬签一下 这么在一个园区 我一手打造 你说搬就搬了 画面一转 管委会主任找到侯总 并且告知侯总 黄总不愿意搬离西川河 毕竟这个园区 也是由黄总一手建成 侯总这时却告知了主任一个方法 唯一的办法 就是只能按环保法 和国家高科技园区 环保规定来制作 随后 黄总的发电机组 也是被查封了 工厂也进入停止生产 而黄总也是找来了 管委会的领导 一起商讨如何解决 自己的电力问题 没想到领导们说的话 都可以把黄总给气过去 才有发电机 它不但造成了噪音上的污染 而且黑烟油渍 严重污染了环境 我们建议 你们斜阁园区的斜阁企业 全面停产 在电力问题解决以后 再恢复生产 画面一转 黄总看着眼前的工业员 那是自己花费三年时间打造出来 现在却要拱手让点侯总 自己心里也是非常不甘 画面一转 就在黄总离开的时候 管委会主任特意请黄总吃饭 黄总也是把心里的疑惑不紧 都给弄清楚 那就是一个月之前 管委会就一致同意 黄总搬任西川河工业员 而主任也告知黄总 西川河工业员 侯总会补偿一些资金领黄总 可黄总现在是怒火攻心 不禁开口说道 我穷得只剩下钱了 你还跟我谈感情 总不能让你两头吃亏吧 我亲手打造了西川河 拱手让你侯三手 你给我再多的钱 我心里就不流血了是吗 我亲手打造了西川河